好家伙 莱欧斯利的玩法也太多了吧 莱欧斯利作为拳游第一个兵法 却是个近战的拳击手 操作他每打一拳 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那个男人的声音 输出模式和胡桃 散兵 宵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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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 都是依靠战机启动 而且莱欧斯利的冲刺不会打断普通攻击的段数 宵宫都惨哭了 声音物撕裂人 经典弓兵爆 专务毫无疑问最优 接着往下就是铃铛 似锋 侧纸 四星武器中我强烈推荐独狗乐章 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五星 接下来是中级偷袭 可以这样说 除了兵雷超导 莱欧斯利也能够驾驭任何兵元素配对 首先是融化 用有优秀的打装输出 但由于莱欧斯利的普攻遵循计时器挂兵 会导致倍率高的段数打不出融化 这里就要教会大家一个小技巧了 就是你每次开战绩输出之前 先普攻一下 然后再开启战绩 这样能够保证倍率高的普攻能稳定打出融化 伤害也会提高一大截 但班尼特的圈子 属是有点限制公爵的攻击范围 所以因缘而生第二个配对 燃熔 小草神和托马持续燃烧 以及随身buff 让莱欧随时都能开打 但是这里就要注意 因为队伍里没有奶 所以要灵活使用莱欧的天赋 强化重剑进行回血 既然小草神都进队了 那第三种配对 燃熔战 即通过水的加入 打出灭战风反应 牺牲融化率 换取下限更高的种子伤害 实际体验下来 我认为莱欧是目前最适合草行拓的驾驶员 前台能够打出冻结反应 消耗掉多余的水 提高产种率 还能偶尔偷一点融化伤害 而且莱欧斯内有自回复能力 本身也是战绩启动 非常的灵活 可以说这一对能打出的所有元素反应 都没有被浪费掉 但由于捏伤方法会自伤 所以这个配对的小草神 我建议带试作金破 去深渊测试一下这个配对 画面如此炸裂 不够流畅就难受了 把手机的黑科技全部打开 性能直接拉满 看看深渊实战效果怎么样 即使是满屏的猎战放也能驾驭自如 当然 莱欧斯内的玩法远不止于此 由于是依靠普攻输出 所以勇动队的莱欧斯内可以携带高强度的负C一篮 你甚至可以直接让莱欧去打国家队 可以说是初代国家队的增强版了 也是一个非常自洽的配对 我体验了一天 强烈建议灵命的莱欧斯内玩家使用国家队 以及猎战放队 这两个配对能够打出多种元素反应 且非常的自洽 是我非常推崇的两个配对 但是 莱欧斯内的配对 我相信远不止于此 我这里抛砖掩月 大家说不定也能研究出更加合理 多样的配对 毕竟 研究不同的配对 是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之夜 是吧 命座方面 莱欧斯内的命座秉承风单角色的高质量 一命直接修改天赋描述 武功的同时可以额外穿插重击输出 对于融化玩法属于超级巨大的提升 保守估计30% 且对于手感以及生存能力 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二命类似散兵 提高大招的伤害 四命提升攻速 以及重击回血量 满命化身肉身白金之心 每个重击就是一个核爆 总的来说 如果你是莱欧斯内玩家 一命比专武更值得抽取 以上就是莱欧斯内的简单攻略 我很喜欢玩法多样性的角色 也期待大家去发掘他的更多玩法 那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一分钟 七七教你玩好星球 星球为什么是水神 挂水 绵伤 抗打断 和水有关的反应 大多离不开它 圣移物前提用流放者 加快大招出能 中后期四局 以及下人一搭配都可以用 如此挑选择双爆头 出能杀 六命可选择攻击杀 水伤背 圣移物不够的前中期 优先保证出能 然后再追求伤害 所以父子条充满 双爆 百分比攻击都需要 武器手选经面三以上的记录剑 其余情况 西风剑也是最优选择 追求稳定高伤害率剑最强 前期开三星飞天一剑过度 配队上 行秋可以说是狼魔了 我好忙哦 放过我吧 命座上 行秋灵命就能满足基本的刮水需求了 但是 这真的是四星角色的命座嘛 总之 行秋推荐所有玩家培养 要谢谢七七吗 四月十二号 也就是林科挑战第三十七天 七七打满了号称最难的3.5版本的深渊 给大家看一下上场角色的练度 先看塞诺队的吧 塞诺队的练度可以说比较差了 天赋 也没拉到九级以上 其他三名队友都是后台挂元素工巨人 所以这也算一个大河阵容 再看看灵华队的练度 灵华胜移物就比赛能好太多了 神鹤圣移物比较差 神鹤圣移物比较差 但是是一命 用的是世界任务送的千岩套 砂糖用的是随便凑的封套 班尼特凑了四宗室 虽然是二命 但机器也就在十二层第一间破冰对用到了他 最后再解答一些问题 为什么不抽草神 抽到草神不是会更轻松吗 机器的挑战是决定只抽3.5版本的角色 抽草神就违反规则了 而且其实就3.5版本的深渊环境和机器目前的配对 即使草神加入也不会轻松太多 因为需要凹的难点全在临滑队 在诺队反而打的比较轻松 这个账号挑战成功了会如何处理呢 机器会留着自己做纪念 以后可能也不会上号了 以后还会开心的挑战吗 这个要是情况而定 机器更想挑战高难度的版本 3.5版本应该算是近几个版本难度最高的了 而像3.6版本这样拥有草神 一路高质量卡池以及合适的深渊环境的版本 机器就不会开号挑战 下一期挑战 机器预计会在优拉复刻的版本开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啦 拜拜 昨天 机器升满了岩神筒 做完了近世久住 地图开到了到期 等级来到了三十六级 那么今天会怎么样呢 第六天 开始 刷取武器材料 把雷泽的武器升到六十级 然后往西边开神像 一直开到沙漠 我以后跑图做准备 图中还挑战了草机 我真的是你啊 真惨 你干嘛 在阿儒村截取了众花长期任务 接着回到到期 把他被物语第二天做 开始推主线 挑战雷神 雷神的位置让我雷泽当几天如何 再去开启赖岛 挑战了雷鸟 铅子的长期任务也接一下 然后在巴云岛 做完园女士任务 得到了喜多链石文字的图纸 这把武器既提高回能 附属性还加精通 七七打算用这个当塞诺的武器 挑战奖励副本 这时候可以去贺关了 把雷海既行第一天做了 最后再挑战一下深渊 轻松打满第四层 明天把塞诺拉起来 就可以继续往后挑战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现在元111376 纠缠时刻 38集 明天加油 前天我战胜了女士 完成了盗期主线 做完了农民的宝藏 常驻持出了读稿乐章 先渊达到了第八层 探索了藤岩巨渊 并开启了地下矿区 冒险等级来到40 那好 3.700们宁可挑战 第十到十一天开始吧 今天是周日 需要把周本给打了 先挑战狼王 除了两个金色生意物 还有一个异梦熔眉 这个羽毛貌似还不错 强化一下 一次防御一次生命 好吧 再挑战一下特瓦宁 还有公子 看起来收获还不错 再去把雷神传说任务做了 真的吗 那将军的位置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做两天呢 继续探索地下矿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集了足够的牛迷石 换了两颗相遇之缘 抽几发 完了 出了个提娜你 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是新角色 连十个新灰都拿不到 还差十个新灰才能换班尼特 那就抽一下限定池 读一把 呃 那个我承认刚刚说话难听了点 限定池出的第二只小蹄 让我有了大保底 而且还换到了班尼特 仓库最好的生银物 全部给小蹄穿上 小蹄我的大救星 把成员巨人的主线给做完 活动到第三天了 返回到期把剩余的世界任务做一下 完成原理女士任务 改变了八运岛的天气 再去亲爱岛 水月池的副本 水月池的副本 完成炎藏流的魔物 完成炎藏流的魔物 抽一发 砂糖 再去客观把雾海寄醒 第一天做了 再打几次圣海龙溪 把绳子拉到八十天 最后再做一下向连的传说任务 鸡动树鸡动树 好吃的鸡动树 鸡动树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这两天确实干的有点多 那么明天继续加油 鸡动树 看视频绝对能学到你不知道的东西 通过这几天的体验 纳维给我的感觉就是 作为一名前台主C 他拥有最纯粹的输出能力 无论是强度还是机制 都是无可挑剔的 玩起来有一种游刃有余 唯有独尊的感觉 完全符合水文王的身份 首先了解一下纳维的核心机制 长按普攻可以蓄力 4秒钟后发射冲击波 冲击波持续3秒 造成总计八段伤害 期间会自扣血量 最多扣除48%的最大生命值 挂水效率遵循计时器 也就是第一 四七段会分别挂一次弱水 腰斧过河 范围超大 贯穿护盾 可以穿墙 能够对空 甚至能躲避一些原魔的攻击 强者处处是惊喜啊 战绩和大招都是造成范围水伤 重点是会分别产生水滴 战绩命中生成三颗 大招直接生成六颗 水滴会保留15秒钟 蓄力的时候如果周围有水滴 就会自动吸附水滴 减少蓄力时间 并回复生命值 最多吸附三颗秒射 由此可以看出 纳维的输出非常灵活 既能战绩启动打短轴输出 也能大招启动打长轴输出 上一个如此灵活的主C 还是艾尔海森 再看天赋 只要队伍里触发和水有关的反应 就能给纳维的重机增伤 经过测试 这个增伤属于高贵的独立城区 是十打十的10%到60%的提升 所以纳维配对尽量凑齐四元素 来触发不同的水反应 另一个天赋鼓励纳维携带奶妈 维持高血量伤害就越高 但是影响不大 纳维本身自奶能力就很强 天赋加点 优先点普攻 优先给普攻一个皇冠 战绩和大招就随意吧 反正伤害占比也不高 生一物最优选四主引 因为纳维独特的扣血机制 基本上能做到36%的暴击全覆盖 其次四水套各种RJR搭配 都是下位选择 主词条选择双暴头 生命杀 水伤杯或者生命杯 经过测试 水伤杯和生命杯差不多 而且我在梦里看到 某个割击能够提供巨额增伤 未来的生命杯可能会更强 副词条双暴大于等于大生命 充能也非常重要 因为纳维需要开大保证最高的输出 所以建议副词条尽量挥30%的充能 武器最优选专我 即伤害与循环于一帖 次选新月卡法器 但是战场10秒钟特效就会消失 实战会有一定限制 担心别急 等一下我教大家一个解除限制的办法 剩下的武器里面 我仅推荐大家使用 锻造武器试作进破 以及这个版本会送的活动法器 这两把武器有一定的循环能力 且伤害相对还行 其余武器 四奉原点可以弥补一定的暴击 但是特效根本就吃不完全 流浪约章 仅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赌中有用的属性 伤害极其的不稳定 其余的武器就均不推进了 由于天赋的存在 配对优先凑齐四元素 第一选择能够触发封套减抗的角色 首选万叶 然后需要一名提供抗打断的角色 首选钟离 最后我推荐小M1 即后台输出和铲球于一帖 能稍微缓解纳维莱特的充能压力 当然如果你没有万叶 用温迪 砂糖 宁尼特 都是可以代替的 而抗打断位 莱伊拉 猫猫 也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你让纳维竞争发队 绽放队 勇动队 也不是不能玩 只是操作可能会有点变形 最后我作为一名宁克挑战主播 常逆推荐 新手用这个配队 三名队友目前都能轻松获得 因为宁尼特的强嘲讽 即使队伍没有抗打断 在面对非boss时 也能有不错的生存能力 纳维配合草主 产种 再配合宁尼特独特的机制 开大优先燃雷 以便触发超绽放反应 这个阵容能打出非常优秀的效果 简直是新手开荒 首选配队 接下来就是小技巧时间 大家上手后应该都知道 纳维蓄力射击 前后摇非常严重 实战呢 难免会拖延输出时间 那就得提到这个 有手就行的技巧了 在吸收水滴秒射之前 迅速按住普攻 然后再迅速松手 你会发现前摇时间变得很短 熟年掌握之后 能够大幅度减少 无效的输出时间 大家可以再试用你熟悉手感 非常简单的 我几分钟就学会了这个技巧 掌握这个技巧后 提升堪比一个命座 而且就和刚刚提到的一样 如果你是大约卡玩家 按照正常的连招 开大加上重击两次 是必定会战场超过10秒钟的 而掌握这个手法之后 能够在10秒内 完整打完一个大招 加上两个重击 甚至还能补一个战绩 一身真的是非常巨大 强烈建议纳维玩家掌握这个技巧 然后是命座 纳维是新时代的命座战神 一命提升极其巨大 直接提供一层天赋 可以多带水系队友凑双水以及充能 且中击期间获得雷神同款霸体效果 即生存充能输出各方面于一体 二命稳定提供爆伤 但实际上提升一般 三命普攻加三提升可观 四命为六命做铺垫 六命化身完全之龙 按住左键即可射杀一切 射程之内即是正义 总结 纳维是新时代的强力主C 身上几乎囊括了主C的一切优点 一命强度就很高 一命称得上超模 非常推荐缺主C的玩家抽取 但由于水神在即 我推荐不同预算的玩家按照这个顺序抽取 好啊 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学到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绝对能学到你不知道的东西 通过这几天的体验 纳维给我的感觉就是 作为一名前台主C 他拥有最纯粹的输出能力 无论是强度还是机制都是无可挑剔的 玩起来有一种游刃有余 唯有独尊的感觉 完全符合水龙王的身份 首先了解一下纳维的核心机制 长按普攻可以蓄力 4秒钟后发射冲击波 冲击波持续3秒 造成总计八段伤害 期间会自扣血量 最多扣除48%的最大生命值 挂水效率遵循计时器 也就是第一四七段 会分别挂一次弱水 腰斧过河 范围超大 贯穿护盾 可以穿墙 能够对空 甚至能躲避一些原魔的攻击 强者处处是惊喜啊 战绩和大招都是造成范围水伤 重点是会分别产生水滴 战绩命中生成3颗 大招直接生成6颗 水滴会保留15秒钟 蓄力的时候如果周围有水滴 就会自动吸附水滴 减少蓄力时间 并回复生命值 最多吸附3颗秒射 由此可以看出 娜维的输出非常灵活 既能战绩启动打短轴输出 也能大招启动打长轴输出 上一个如此灵活的主C 还是艾尔海森 再看天赋 只要队伍里触发和水有关的反应 就能给娜维的重机增伤 经过测试 这个增伤属于高贵的独立程序 是10打10的10% 到60%的提升 所以娜维配队尽量凑齐4元素 来触发不同的水反应 另一个天赋鼓励娜维携带奶妈 维持高血量伤害就越高 但是影响不大 娜维本身自奶的力就很强 天赋加点 优先点普攻 优先给普攻一个皇冠 战绩和大招就随意吧 反正伤害占比也不高 圣移物最优选4主引 因为娜维独特的扣血机制 基本上能做到36%的暴击全覆盖 其次四水套 各种RJR搭配都是下位选择 主词条选择双爆头 生命杀 水伤杯或者生命杯 经过测试 水伤杯和生命杯差不多 而且我在梦里看到 某个割击能够提供巨额增伤 未来的生命杯可能会更强 副词条双爆大于等于大生命 充能也非常重要 因为纳维需要开大保证最高的输出 所以建议副词条尽量挥30%的充能 武器最优选专我 即伤害与循环于一帖 次选新月卡法器 但是战场10秒钟特效就会消失 实战会有一定限制 担心别急 等一下我教大家一个解除限制的办法 剩下的武器里面 我仅推荐大家使用 锻造武器试作进破 以及这个版本会送的活动法器 这两把武器有一定的循环能力 且伤害相对还行 其余武器 四奉原点可以弥补一定的暴击 但是特效根本就吃不完全 流浪约章 仅有1 3分的概率 独中有用的属性 伤害极其的不稳定 其余的武器呢 就军部推荐了 由于天赋的存在 配队优先凑齐四元素 第一选择能够触发封套减抗的角色 首选万叶 然后需要一名提供抗打断的角色 首选钟离 最后我推荐小艾咪 及后台输出和铲球于一体 能稍微缓解纳维莱特的充能压力 当然如果你没有万叶 用温迪 砂糖 宁尼特 都是可以代替的 而抗打断位 莱伊拉 猫猫 也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你让纳维竞争发队 绽放队 勇动队 也不是不能玩 只是操作可能会有点变形 最后我作为一名宁克挑战主播 常列推荐新手用这个配队 三名队友目前都能轻松获得 因为尼尼特的强嘲讽 即使队伍没有抗打断 在面对非boss时 也能有不错的生存能力 纳维配合草主 产种 再配合尼尼特独特的机制 开大优先燃雷 以便触发超绽放反应 这个阵容能打出非常优秀的效果 简直是新手开荒首选配队 接下来就是小技巧时间 大家上手后应该都知道 纳维蓄力射击 前后摇非常严重 实在难免会拖延输出时间 那就得提到这个有手就行的技巧了 在吸收水滴秒射之前 迅速按住普攻 然后再迅速松手 你会发现前摇时间变得很短 熟练掌握之后 能够大幅度减少无效的输出时间 大家可以在试用里熟悉手感 非常简单的 我几分钟就学会了这个技巧 掌握这个技巧后 提升堪比一个命座 而且就和刚刚提到的一样 如果你是大约卡玩家 按照正常的连招 开大加上重击两次 是必定会战场超过10秒钟的 而掌握这个手法之后 能够在10秒内 完整打完一个大招 加上两个重击 甚至还能补一个战绩 一身真的是非常巨大 强烈建议纳维玩家掌握这个技巧 然后是命座 纳维是新时代的命座战神 一命提升极其巨大 直接提供一层天赋 可以多带水系队友凑双水以及充能 且中击期间获得雷神同款霸体效果 即生存充能输出各方面于一体 二命稳定提供爆伤 但实际上提升一般 三命普攻加三提升可观 四命为六命做铺垫 六命化身完全之龙 按住左键即可射杀一切 射程之内即是正义 总结 纳维是新时代的强力主C 身上几乎囊括了主C的一切优点 零命强度就很高 一命称得上超模 非常推荐缺主C的玩家抽取 但由于水神在机 我推荐不同预算的玩家 按照这个顺序抽取 好啊 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学到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七七下八甲抽到就会玩 首先 圣移物首选四师级 瑞宇如果没有四草套的角色 海哥就带四草套 其次二十金爱乐团 主C挑选择双爆头 金屠杀 草伤杯 副字条需要双爆 金头和一点充能 武器首选专武 七四绿剑 武器 武软 四星选择黑剑 要散户铁封刺 三星零零神剑探比五星 但是要绑定盾奈奥 艾尔海森主要依靠 普攻和左光剂输出 所以这样连招 牵开大 接战技 然后打一轮普攻 接着重击叠一层背部 然后就是普攻传插重击输出 黑队推荐 纯击划队和海哥和雷后台同时计划打输出 即战队主要号召战放种子和海哥打输出 命错方面 一命可以减少战技冷却 减少真空气 万命加精通 提升尚课 四命可以同时给自己和队友加buff 万命高的双宝提升 总体来说 阿阿海森林命机制完整 很推荐缺少主戏 和想尝试操反应的玩家抽取 不用写机器 什么 你新手持抽出了迪卢克 那机器就叫你如何挖好迪卢克 迪卢克是一名战场火星输出角色 主要输出方式是三段战技和普攻穿插 大招的火鸟鸭制衣非常强 开启大招和温祸得一段时间的火覆魔 迪卢克最常用的配队为入行刹版 依靠帮尼特 砂糖的加上和行秋的挂水打出蒸发输出 写中版尼特是不可替代的 砂糖可以换成万叶或者钟灵 行秋可以换成夜蓝 还有经典阵容烟魔武装传火队 以及操作难度极高的熔炉队 提起重点输一下猎战放队 这个队伍必带行秋 然后带一个不影响反应的盾乃角色 最后带草神护者操作 这个配队下限很高 实战中只有探到种子就有火点燃 然后是圣银屋的选择 前期可以战狂过度 中后期首显模拟他 其次是金 选择双宝头 攻击沙漏或双杯 夜战放对手选惊通沙漏 或双杯也可以换成惊通 武器的选择上 五星大剑都能用 自行之骨剑可定情况强于五星 玉彩锻造的是做骨划也可以有 月战放对手推击于大剑 增加点火次数 狄鲁克想比其他五星输出 确实是不占优势的 但前期收到了 那么琪琪恭喜你 狄鲁克会带你渡过艰难的前期 正如他说的 在黎明到来之前 必须有人稍微照亮黑暗 要谢谢琪琪吗 胡桃要复刻了 琪琪以最快的速度叫大家怎么撩胡桃 前期收一物首选四战狂 中后期首选四魔女或者四追音 四十斤夜行都没有可以三套过多 逐四条选择双爆头生命 精通杀漏火双杯 拂磁条双爆 镜头百分比生命都需要 这个面板大概就是小碧焰了 武器首选他家族传商火棍 吹杀智障和普渊远行 四星选子侠领猎成 决斗枪千元枪 都没有三型白银枪勉强游用 均荣万具的表格来 一定有你能配齐的 命座上 一命强烈简易抽取 其他命座提升游戏 好了 琪琪要躲起来了 下期视频 琪琪教大家胡桃的警戒攻略 咦 琪琪呢 琪琪 快 出来 要谢谢琪琪吗 一分钟 让你的胡桃输出提升20%以上 首先 大家知道 胡桃依靠中击输出 零零的情况下 一位输出能中 琪琪到九次 如果你能练好爱中跳 我定九次中击 你就能比大部分的胡桃玩家 多达20%的输出 但是 胡桃的操作上限尽此而已嘛 胡桃之所以能这么强大 是一位还有进阶的手法 没中跳 具体操作就是普攻两次 在动作出来之前迅速接中击 然后跳跃取消后腰 零命的极限 是八次A中 如果你要能稳定打出八次 相比九倍中又能多10%的输出 就算你使用的四星武器 也能依靠手法超越其他玩家的专舞 这就是胡桃带来的无限可能 要谢谢琪琪吗 一分钟 琪琪教你玩好心跳 行球为什么是水神 挂水 绵伤 康打断 和水有关的反应 大都离不开它 圣银武前期用流放者 加快大招出门 出门后七四局 以及侠人一搭配都可以用 如此挑选择双宝头 出门杀 六命可选择攻击杀 水伤呗 圣银武不够的前中期优先保证出门 然后再追求伤害 所以副子条出门 双宝 百分比攻击都需要 武器手选精练散以上的记律剑 其余情况西封剑也是最优选择 追求稳定高伤害率剑最强 前期开三星飞天一剑过度 配队上 行球可以说是狼魔了 我好忙哦 放过我吧 你坐上 行球灵命就能满足 基本的挂水需求了 但是 这真的是四星角色的命座吗 总之 行球推荐所有玩家培养 要谢谢琪琪吗